幹幹幹幹 倒車了 喂 倒車了 我網路預約了 那個CIF OK喔 這次有打算去哪邊嗎 去南投 不會是蛋大吧 沒有 蛋大太難了 最近很多人要去哪邊 我有看影片那太難了 你該不會打算去著色 著色沒有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我講出來你都知道哪裡我覺得 我說我講出來你都知道是哪裡 那代表說 你也是有在玩嗎 我沒有在玩但是我知道這些地方 你記得一線天啊 應該會去一線街 這裡有個按鈕 有看到嗎 有 它下面還有一個套子 一隻手 食指壓的套子 那拇指去按按鈕 常按住的話 可以把IBS關掉 好 如果你在腹界 在林道裡面不需要 在那種複雜路面上 因為有時候只需要讓你有後輪多數 前年8月在高雄租過海絲瓜黑箭401 在賈仙山區探方的南橫公路上 體驗過微越野 隔了快兩年才又再次來租CRF300L 這台協同更加純的越野車 雖然過去幾年騎著自己的CBR300R 跑過了例行產業道路 司馬庫斯等等有名的爛路 不過要真的跨上越野車 騎在純然沒有鋪裝的路上 這可還真的是第一次 因應越野而生的880LM座高 比自己的CBR300R高出了10公分 對我這個矮子來說 真的是不小的門檻 幸好之前曾經有跨過 順利上車完成行前一天的取車任務 之所以選擇租CRF300L 而不是CRF150L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入泉 上班日找尖峰的台北 對向進程的車輛穿流不息 閃避平面道路眾多路口 行駛在環境相對單純的高架道路上 壓力相對小了許多 尤其又是騎著一台座高偏高 沒辦法雙腳拼踩地面的車子 每一次在路口停等紅燈 在還不熟悉操控的狀況下 都是在增加無謂的風險 離開台北盆地的喧囂 上班日的台三線顯得舒服愜意 來到大溪 跟這趟行程的夥伴CP一層會合 所以我們第一站來大溪吃豆干 我們今天就是死觀光客 我來大溪從來沒有吃豆干過 真的假的 真的嗎 跟魚豬太近 跟魚豬太近 可以一份招牌 沒有嗎 沒有沒有 我突然發現我們現在已經為了取景 假掰到這種程度了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大溪的老阿伯豆干 沒想到他早上9點都開了 我沒以為他可能10點或11點才開了 我們終於是第一個客人 為什麼這麼早的時間出現在大溪呢 因為我們原本下午1點要去南投拜訪我們的 鵝就是鵝 然後要跟他連動拍片 但是呢 他今天有點說有點小感冒 所以我們就直接從海線開走了 三線 所以第一站就來到了大溪 來吃這一間老阿伯豆干 其實我之前來吃過我覺得還不錯吃啦 對是還不錯吃 然後就有人說想要配飯 對這個真的很下飯 還想吃什麼麥當勞啊是不是 真是沒有水準的都市人 好齁 我要去終於買飯 這裡沒有賣 太瞎了吧 成功買飯歸來的男人 對 一定要配啦 對 喔結果是滷肉飯喔 滷肉飯啊他沒有那個 你這樣就是等於把這個當小菜 你知道原本這一盤是主菜 然後現在變成這一盤是小菜 笑死 我覺得我們可以建議呢 我們的老阿伯豆干呢就是 賣個白飯 對賣個白飯 吃碗飯了 等一下下一站要去司馬縣領道 對 剛才討論今天決定去司馬縣領道 然後去哪個學見 完全沒有小行程 剛剛才行程 你看我們就是騎了自由的車 有自由的靈魂 可以吧一百分吧 緊張喔 緊張的阿爸 我懷車一定要喔 他是進口的 進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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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做不出來 哈哈哈哈 他才泰國製造的 嗯 他是在日本設計街那邊做 不知道欸 好像泰國設計的欸 設計的困難啊 他有專業的軟體 對啊 喔 太好吃了 有 好啊 你會丟 好啦 慢慢走 拜拜 蠻有趣的人 或許在阿伯年輕的時候 也曾經有過七檔車騎重機的夢想 卻被早年的法規給限制住 等到大環境變得比較開放了 也已經過了那個可以勇敢追夢的年紀 如果沒有前輩們的爭取 或許我們今天也沒辦法騎著這些車了 嚴格來說 說CRF300L跟自己的CBR300R用的是同一顆引擎 所以這趟出來除了座高還有棋子的問題之外 包含到換檔時機等等的操作 真的是再熟悉不過 CRF300L的最大扭力是2.6公斤米 出現在6500轉的時候 雖然只比CBR300R早了500轉而已 但是實際上騎起來的動力會更早湧現 26匹的最大馬力出現在8000轉 也是相去不遠 不過震動感比起CBR300R來說還要大了不少 這方面就不知道是出租車的車況問題 還是車子本身的調性就是如此 所以在一般鋪裝的路面騎乘時 會想要用比起CBR300R更高的檔位 降低轉速來抑制一些震動 低轉更充沛的動力也相對的彌補了 沒有釋放出最大扭力池的缺憾 無論是在市區還是郊區 這樣的設定都算是應對自如 經過龍潭、關西、橫山、竹東、北埔、峨眉、山灣、石潭等等鄉鎮 自從區間測速大幅設置之後 走這條台三線的次數可以說是銳減 利用這條公路難來悲望的旅人 看起來也減少了好些 不曉得這樣的漫國有沒有對沿線聚落的經濟帶來衝擊 但肯定是為政府創造了額外的收入 經過總長16公里的區間測速之後 終於來到苗栗的問水 加什麼油? 95加滿 從台北出發加滿油之後 來到問水已經接近見底 CRF300L的儀表本身就可以紀錄油耗 這三天下來達到平均每公升跑37公里的表現 但是7.8公升的油箱真的是偏小 跑個200公里就補充的油料會比較保險 特別是接下來即將進入沒有加油站的山區路段 CP層與阿福的邂逅 CP層的邂逅 會不會上不了車呢? 波零的擋型 好高喔 究竟跨不跨得上去呢? 好 而且我發現側柱踢不起來 不會啊 哇果然人高就是有好處 接下來的路段跟CP層交換了他的CBR500R 如果說越野車的騎乘三角像是站著的話 那街跑車大概比較接近深蹲的樣子 切換車子的瞬間還真的會有點不適應腳踏的位置 不過我覺得戴著越野帽 騎著街跑車的畫面應該還是比較衝突吧 從問水南邊不遠的大湖市區脫離台山線 沿途不少路口可以看見雪劍的指示牌 腳下的這條路是鄉道苗61線 雖然用的是基數的編號 不過方向上卻是以東西向為主 往東從大湖市區順著厚隆溪的上游到雪劍的山腳下 路上還有一座跨距非常短的拱橋 不曉得是不是純粹為了造景而已 可以測試懸吊了 越過兩個潛速丘 行經西道邦部落進入泰安鄉的範圍 這也是苗栗目前唯一的山地原住民鄉鎮 在部落東側的岔路口 左邊一個早已經吞色的棕色路牌 標示著司馬縣領道0公里 從這邊開始正式踏上過去的林木產業要道 第一次聽到司馬縣領道的名字 還以為是要紀念某個姓司馬的人 畢竟有些橋樑隧道的名稱 就是以僻建者或者是捐資興建者來進行命名 不過這個稱呼其實是來自於泰雅族語的火炭 後來由日本人轉譯成司馬縣的漢字 跟CP層換回車子之後 瞬間覺得CRF300L的懸吊怎麼那麼平順 其實以前騎過其他朋友的CBR500R 就覺得避震的支撐性沒有自己的CBR300R來得好 這次的感覺又更加明顯 大概是因為CRF300L本身就是因應越野的設定 那個每次上下車都覺得痛苦的坐高 讓懸吊加長到260mm 搭配閃亮亮的金筷子倒叉 可以更有彈性的來應對崎嶇路面 一路上碰到的坑洞、碎石、細枝、落葉 直接壓過去都不覺得車身有什麼明顯的震動 至於台灣市區的爛馬路 當然就是更加得心應手 大湖西陵道 所以你要下去看嗎還是沒有 好 我們現在要進入大湖西陵道 大湖西陵道全線進行各類大客車 好 決定兩邊不去五屆了 三小啦 為什麼是我要見過 不行啦 欸沒有 他是接連的爛路啦 幹 這個我會怕啦 他是爛泥欸 可是他如果都是這樣直線的話我過得去 幹他前面轉彎接爛泥我沒辦法 好啦 結論 我們兩個廢物 就被這一壇爛泥接水坑淘汰了 爛泥水坑然後馬上又接一個誘彎 然後誘彎過去之後又是爛泥接水坑 這過去太精彩了 我們兩個被大湖西陵道淘汰 要回去司馬線陵道了 誰說CRF萬人的 沒有啦 就是人太爛 不能怪車要怪人 車沒有問題 一切都是人的問題 司馬線陵道作為砍伐陵墓之用 其實也是比較後來的事情了 早從日本統治台灣初期 為了有效的控制山區的原住民 就已經開始披荐這個路徑 之後才慢慢修組成陵道 最後轉變成現在通往雪劍的要道 雪劍位在雪霸國家公園的西側 是三個遊戲區域其中的一個 而另外兩個 則分別是北側的官物 跟東側的武林農場 彼此都要由不同的方向上山才能抵達 往來交通仰賴足東的官物 已經翻越了頭前七上游的分水嶺 來到大安溪的流域 所以其實在行政區劃上 跟雪劍同屬苗栗縣太安鄉的猛園村 而兩者的直線距離就已經差了14公里 不過在順著司馬線陵道持續攀升的同時 周邊開始瀰漫淡淡的霧氣 該不會走到盡頭 只能霧以上的官物了吧 我們到雪劍了 海拔1870公尺 我們今天來這邊呢 沒有看到雪 反而是看到了很多霧 我還以為我們要變成官物 官物No.2 也沒有人啊 只有我們兩個 因為今天禮拜一 然後遊客中心裡面沒有人 遊客中心直接關門 所以我們等一下決定去走那個 前面有一個什麼 林間步道 沒想到上來是大群天耶 哇我們現在看到雲海了 對啊而且是很像 河流的那種 對啊 雲鋪 我們到最後了耶 對啊 沒有了 沒有啦 走下去還有一個 但我覺得下面那個不好看 到底有沒有觀景台 我們這條步道已經走了一半 然後才發現 欸幹我們 是不是什麼觀景平台 都沒有看到 剛剛的觀景平台 都存在了 觀景平台 Don't know 沒有啦 其實它是跟哈利波特一樣 那個四分之三月長 然後撞到那個 啊齁 了解了解了解 撞下去你才知道 我們來雪劍啊 啊幹他縫起來了 我原本想說我們就爬上去好了 對啊 唯一打完的東西 被我瘋掉 攀向樹冠城 樹冠走到平台 看到這些樹就會想到 我們上次露營的時候 然後我們那時候不是說還要書法 我們現在等於是走了 它的四條零間步道 然後呢 我們 也沒有看到它 標的那個什麼觀景台 被騙了 然後呢我們也沒有走到那個什麼 樹冠步道 那個牌子上面都有寫 哪邊可以玩哪邊可以玩 結果都沒有 欸那樹冠步道看起來超酷的耶 就是很像那個 吊橋有沒有 然後 它是那個 就是 踏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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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很像 公園的那種遊戲 對對對 那個樹屋有沒有 對 然後樹屋中間不是會有那種 小踏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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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想要超期待去走那個 然後結果我剛剛什麼都沒看到 對啊 都是這種步道 對都是這一種 來 陸落居民騎乘機車進入司馬縣林道 後段注意事項 應該還蠻可惜的 因為剛才裡面有好幾個點 那其實 就是那個光線 有沒有現在那個光線照下來 其實 如果機車可以騎進來 拍照超漂亮的 剛才有查那個樹冠平台 還是樹冠步道 那個是要預約 對 然後一個T字好像只有15個名額 所以我想應該是蠻熱門的啦 對之後有機會再過來 對然後我們等一下要下山 現在下午4點了 然後我們 今天晚上要住埔林去 對我們離住的地方 還有快3個小時喔 我還想到他還有一件 名不符實的事情 對啊 因為我們在關霧呢 都會關到霧 在雪見怎麼沒有見到雪呢 現在 欸現在我們來的時候是4月喔 好4月要看到雪也是蠻可怕的啦 我覺得他的雪見的那個雪 應該是只能是聖人線上面的雪 就是在這邊見到別的地方的雪 對啊這邊連2000都沒有 對啊這邊連2000都沒有 不可能下雪啦 繼續騎車 GOGO 雪見的地名 確實是來自於冬天時 刻意看見從大壩尖山 一路到雪山主攻的聖人線上 白矮的積雪 先名詞後動詞的文法組合 不難看出是由日本人賦予的名稱 只不過在關霧 也能夠看到聖人線上的雪景 為什麼雪見是落在這邊 也是普難人尋味 而且下山的路途上 直接撞進了剛才所見的雲海當中 深陷在一片濃霧裡面 跟海拔已經突破2000公尺大關的關霧相比 或許不到1900公尺的雪見 還更適合關霧這樣的名字吧 對然後呢 為什麼這條路裡面會有砲台呢 我看那個解說看起來應該是 這條路是以前舊的那個 那種警備道喔 所以裡面會有那個砲台 然後可能就拿來打原住民的 不過不知道這條路 原本舊路進去是到哪邊的 我猜可能是到關霧吧 因為關霧是在 大概是這個位置啊 關霧大概在這個位置 啊 從這邊上去 完田砲台的建造背景 確實是為了控制當地的幾個原住民部落 而作為伐木用途前的司馬縣領道 則是從完田砲台的岔路 一路向東北 順著大安西上游的山腰 最後可以連結到關霧 以現在公路運輸的年代來說 不容易想像 當年山區的古道路網是那麼的綿密 現在要繞平地一圈 才能抵達的地點 過去彼此竟然是直接連結的 除了大湖方向的司馬縣領道之外 往來雪見 還可以經由西南側的大安溪溪谷 作為台灣西部幾條主要大河川之一 大安溪溪谷的這條路平直了不少 相當適合作為歷經一場 隆霧的山路迷航之後 暫時舒緩壓力的路線 畢竟接下來就又要脫離大安溪谷 進入山區路段 翻越一連串的分水嶺 經過東市 天冷 水長流 國姓 從台八線轉上台二十一線 線到一三一線 台十四線 進入到大渡溪上游南港溪的河谷裡面 最後 佔太陽的餘暉完全消失之際 抵達普里市區 早上九點 大溪吃完豆干之後 在山路上撒野了九個小時沒有進食 早已經是機場碌碌 來到這間似乎是在地大學生推薦的山雞肉飯 發現他的雞肉飯雖然沒有嘉義的味道 但是也還不錯 學那個Janice說一句 那個不是嘉義的雞肉飯我可是不吃的喔 好 幹幹幹幹幹 倒車了 喂倒車了 車子是自己騎的 情緒激動之下責怪他人 都不過是在幫自己找藉口 最大的問題還是操控上的不謹慎 要騎乘一台坐高已經超越升高一半的車 本來就該更加細膩小心 尤其還是一台租來的車 沒有 還好是沒有 沒有傷啦 拉桿彎掉 只有拉桿彎掉而已嗎 這沒事啊 除了這個 對啊 還有腳踏 腳踏沒事 腳踏沒事 應該是沒有鞋子 沒有啦我這邊看 因為這原本就有了 昏暗的天色之下 只看得出拉桿明顯彎折 至於有沒有其他衍生的車損 還要等到兩天之後 回到台北還車才能夠明確判定 不然現在起序車廊會哪裡會 好嗎 這個時間應該要關的吧 啊算了啦明天再說啦 搞不好明天還會再倒 我好看不會啦 而且明天的預計行程是五屆一線天 會不會在滿腹鵝卵時的 濁水溪河床上再次倒車 也都還是未知數 意外畫面成了整晚揮之不去的陰霾 畫下第一天的據點 我以為你拿來鑰匙 好大喔 讓我們歡迎居先生大駕光臨 不過私情蠻重要的 有一個美味能聞到 還好吧 應該是因為預測的關係 應該是廁所應該是 應該廁所沒有另外的衝鋒 第二天一大早 居先生就從桃園出發加入隊伍 一同啟程前往五屆 準備深入台灣之心 哇塞 剛才騎車騎不夠 現在還要在超商裡面開賽車 因為剛才剛太慢了 剛太慢了 受不了 那怎麼在遊戲裡面倒車 屁啦 你剛才也太慢 你剛才都已經不管區間測速了 太扯了啦